公牛专注于李香年视频日前正在北京热拍 5月8日,摄制组组织媒体探班 摇滚江湖推荐现身拍摄现场 据悉,这时推荐个人特别重视的商业纪录片的出镜演出 商品推广功能的一种纪录片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很传统的一种概念 去能够理解的一种作品 甚至可以说它是可能一种新的形式出现的 它是避免雷同 同时也是利己利人 对象也是利己 互相有一种互助的 积极的一种你好我好都好的一种方向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在尝试 我们也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学到了很多东西 就是其实良性的互动 实际上的表现形式是需要创新的 特别是在中国 我一直听说这个品牌 他们很专注做一件事 而且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一种 就是一种质量的象征 所以很多的国外的品牌也让它代工我听说 我觉得这个说明我们国内的 就是所谓的一种加工的形象在逐渐逐渐的改变 就是我们只是做加工 只是在复制 实际上这种形象应该 应该被改变 而且我觉得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 说这个族群太小了 认真做事的这种人太少了 很多的很多的行业里边 大量出现的就是 就是只图掩前利益 没有长久的那种 那种市场的那种战略性的规划 我觉得 这点上我觉得这个品牌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 它能够证明 其实中国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人了 而这个族群应该一天一天能强大 据了解 在片中 崔健首次坦路的传当月堂三十一年 不为人知的心路里程 而对于专注与你相连主题的理解 崔健非常巧妙地把专注性认为能量 我反而觉得我自己站在一个舞台上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 他们用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用最短的时间里边去 去表现出一种精神 我觉得实际上 有任何的 一个行为 只要它充满了理想色彩 它马上就能够找到了 互动的一种关键点 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产品 只要它有这种精神 它只要专注 它只要充满了理想的色彩 马上就能够有共同语言 而且他们肯定能够找到 就是那种话题 进行深层对话 如今打开音频 各大卫视的选秀节目是陆续展开 快乐男生 中国好声音等等再次回归 作为摇滚交付的推荐 对于选秀节目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觉得跟观众互动的这种形式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电视节目的热点 但是我同时也提醒 希望有一些类似这样的选秀节目 他们的真实度应该受到监督 因为我听说有很多的故事是讲的 也有很多的类似这样的节目 他们只是想曝光 而并不是想对音乐做出什么样的 就是一些支持 他们只是想做故事 想提高收视率 而并不是想提高音乐的质量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没有证据的时候 我不愿意说得太具体 如果有证据的话 我肯定会说 我觉得有很多人在编造故事 甚至他们拒绝原创 这都是我听说的 据悉 本次公牛的视频 除了邀请到崔健的加入 还邀请了另外两位其他领域 具有影响力的人加盟 酷鲁娱乐北京报道